农历 阴历 啥啥分不清 古时候人们用的农历历法 到底是阴历还是阴阳合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ryna 新年已经到来 在这里祝大家虎虎声威 事事如意 作为GoMarkets五年热门话题栏目中的第一篇节目 今天我们不谈产品 不谈金融经济 我们来聊聊中国依法当中 一直被沿用到现在的立法 农历 提到农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名称 英历 而在英文里 人们对于中国新年的名称的使用 也在近两年引发了很多的热议 农历到底是可以被称为英历吗 中国年到底应该被称为Chinese New Year 还是Luna New Year 下面 我们通过立法讲解来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什么是立法 立法是通过推算年月日的长度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左而制定的时间顺序法则 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 形成了日的概念 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硕往 形成月的概念 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四级交替现象 形成了年的概念 目前全球用的立法可以分为三大类 阳历 阴历 阴阳合历 阳历 Solar Calendar 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 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大概365天 这一年中 春夏秋冬四级交替 人们大致按照月亮绕地球的速度 把一年分为12分 形成阳历的概念 阴历 Lunar Calendar 则是以月亮绕地球的精准时长 29.5天为单位 把每月分割成30天或者29天来进行计算的立法 目前还在用纯阴历历法的 是伊斯兰岛教例 并不是中国的农历 中国的农历其实是有着阳历和阴历特征的阴阳合历 也就是Luna Solar Calendar 农历的阳历部分参考物后变化 把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365天分割成24节气 以立春回首 大寒为末 24节气这个概念千年来指导着人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日常和生活 农历的阴历部分参考月亮绕地球周期对月亮的圆区进行观察 从而对每个月的日子进行排序 使每月初一为新月 十五为满月 这部分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我分别在上个月初时和这个月初时观察了月亮 那这两天月亮的圆缺状态一定是几乎一样的 所以农历既不是阳历也不是阴历 而是阴阳合历 阳历掌握着季节气候的变化 影响着人们耕作丰收的时间 月亮的位置影响着它自身对海水吸引力 因此阴历掌握着潮汐的变化 影响着人们出海以及捕捞鱼虾的时间 二十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阴阳合历的存在 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所以在中国开始用阳历以后 农历就从原本的单名一个历子被改称为农历了 因此单从中国阴阳历法的角度来看 农历不是阴历 中国年也不是纯粹的Luna New Year 但是这些说法大家都是听得懂的 所以选择使用哪种称呼全看个人喜好 中国有太多文化和传统了 我们穷鸡医生不断研究都不一定能够了解权 所以如果有人以文化传播或者甚至因素 向他人进行科普的话 那自然是好的 但是如果单纯是恶意嘲笑用英丽说法的人 那是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